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八百三十一集 未冤的往事 徐秦安不出意外 这是我的绝笔 还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 这个世界远比你想象的残酷 此次带兵出征是为了封印巫神 汝胜当年封印巫神 涉及到超频的一个隐秘 我不能在信里告诉你太多 儒胜逝世后一千多年来 巫神积蓄力量初步冲破了封印 这对中原对人族 甚至对九州 都是一场灾难 儒胜衰弱至今 已无力封印巫神 自山海关战役后 坚政便不问世事 我始终看不懂 他想做什么 大凤果力衰弱至今 封印巫神 舍我其谁 我被读书人当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生济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这是你说的 赵首带我去过亚圣殿 说得真好 不愧是我选中的继承人 此战后 巫神教或许会轻力反扑 我仿佛遇见了 湘京玉三州 血流成河 他们是为了动摇 大凤的气韵 与先帝里应外合 散去 大凤最后的气韵 以你的能力 想必已经知道 这个秘密了吧 你是我看中的人 我对你 始终抱着最高的期待 中原动荡 已在所难免 你是大凤最后的希望 大凤一半气韵 在你身上 如果你心里 有了某个决定 你去找赵首吧 我有东西 在他那里 徐其安的视线 似乎模糊了 他翻过这页信纸 看向第二页 你不是 一直想知道 我的往事吗 人生不如一世 十八九 可与严者五二三 便与你说说这二三 我祖籍玉州 父亲是玉州之父 四十年前 无神教攻陷香精玉三州 彻夜不息地屠城 我全家 死在了那场屠杀里 母亲把我推进枯井中 得以逃过一劫 我在井中 吃着苔藓和虫蚁 躲过了七天 才敢出来 无神教撤兵了 留下满目 疮痍的大地和尸骨 我亲手 埋葬了家人 那时候 浑浑噩噩 不知道人生 该如何走下去 甚至 有过轻生的念头 但仇恨的火焰 支撑着我 咬牙撑下去 我徒步走了数千里 去京城 投靠了上官家 上官培 是我父亲的 至交好友 也是同窗 两人年少时 结伴游学 曾遭过山匪 是我父亲舍生 忘死 救了他一命 来到上官家的第一天 我相逢了 一生中的挚爱 那是一个美好的春天 鲜花开满花园 空气中 夹杂着让人 舒心的芬芳 树影下 有姑娘 年华微笑 那一刻 我如遭累积 这将是我一生 要守护珍惜的姑娘 她叫上官西学 也就是后来的皇后 当时我并不知道 她是此生 求而不得的女子 也许我的命运 在见到她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注定 在上官家的几年里 是我人生 最开心的时光 上官培待我如此 不 比亲儿子还好 我跟着他读书 日夜不错 渴望将来考取功名 迎娶他过门 贞德三十年 贞德地驾崩 远景继位 皇帝选妃 上官培 等着一天等了很久 当时的她 只是一名小小的御使 渴望着往上爬 姿色清晨的西雪 是她重要的筹码 她打算 把西雪送进宫 无奈之下 我和她试图私奔 离开京城 去一个没有人 能找到我们的地方 我愿意抛弃前城 她愿意 抛弃荣华富贵 可我当时 只是一介书生 出逃没多久 就被抓了回去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上官培 这个我父亲 曾经舍命救下的人 这个我父亲的 至交好友 这个口口声声 说我是 魏家独苗的男人 他让人 把我惊深了 你不是爱他吗 那我就让你永远陪他 后宫凶险 步步杀鸡 你真爱他的话 就守着他吧 这是上官培 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齐齿大辱 不过如此 我并不甘心接受命运 痛定思痛 开始苦学武道 西纪能做一个完整的男人 西纪能强大到 带他离开皇宫 原警六年 我与他的往事被人告知原警 污蔑我与他对视 原警大怒 要废后杀人 恰好当时 北方的独孤将军逝世 满族入侵 北境大乱 我便立下军令状 不凯旋 人不归 那是我发迹的开始 此后 我修为越来越高 原警将他牢牢卧在掌心 山海关战役凯旋后 我已举国无敌 原警偷偷将他藏了起来 并召见我 以他性命威胁 逼我自费修为 我答应了 坚政骂我为情所困 目光短浅 我并不反驳 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 是他照亮了我的世界 他 就是我的光啊 而后二十年间 我亲手杀了上官裴 借浮飞案杀了国舅 断了上官家的血脉 前臣往事 也便一笔勾销了 随着权力的增加 我渐渐开始想着 为大奉做些事 为百姓做些事 我以宦官之身 屈居朝堂二十年 试图挽救 这个江河日下的国家 渐渐的 不去看他 丈夫能许国是姓氏 说起来 终究是我对不起他 我原以为 此生将截然一身 直到荆察之年 你的出现 让我欣喜 我终究是不孤独的 快哉 唯一的遗憾是 最后还是没能听见 你唱那首歌 很有意思的歌 不过 我的人生 有太多的遗憾 便不纠结这些了 愿 魏缘之后 大奉 还有一个许其安 魏缘 呼的一声 心只燃烧 许其安张开手 让风把他带走 他在城头哭作了一夜 黎明 第一缕 晨曦照在荒凉的平原上 照在燃血的城头 咚咚咚的 沉闷又响亮的鼓声回荡 苍凉的号角吹响 阎康两国的部族再次攻城 黑压压的宛如乙群 诺尔赫家坐在马背上 大奉手足惊醒过来 拎着武器就上了城头 靠着女强休息的士族 睡觉还握着刀 此刻纷纷醒来 脸上带着疲倦 眼里燃烧着沙意 瓮城内 张开泰提着佩刀 大不昂扬地冲出来 迎面就看到一袭轻衣 站在墙头 这一刻他险些惊呼出声 以为印象中那袭轻衣 活了过来 张开泰神色复杂 许西安 你 不能再让诺尔赫家 他们登上城头 这样我们损失太大 根本守不了多久 许西安没有回头 这个道理张开泰当然知道 但是不守难道到城下死战吗 整整七万精兵 杀也杀到手软 更何况还有努尔赫家等高手 下城头只有死路一条 这时他听许西安说 我去 我去遭阵 这样能减轻将士们的压力 你疯了 张开泰大怒 我没疯 不但能减轻将士们的压力 还能鼓舞人心 如果可以 我会杀了努尔赫家 杀了努尔赫家 张开泰觉得他真的疯了 身后是魏公的故乡 他旋即补充了一句 让张开泰再也说不出话来 李妙真踏着飞剑掠上城头 面无表情 眉眼阴语 他先俯瞰下方喊杀震天冲锋而来的敌军 而后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侧头看向了站在女墙上的一袭轻衣 妙真 借你金丹一用 他目光清凉气质沉宁 没遇见那股张扬的意气重现 李妙真瞪大了眼睛 神父天宗心法的他清晰的感觉到 这个男人隐约见有了蜕变 李妙真愣愣的看着他 你 他笑容璀璨 我入四品了 男孩要走多少路才能成长 也许是一生 也可能是一夜之间 一夜入四品 四品的许其安有多强大 没人知道 李妙这一瞬间视线有些模糊 失去金丹 对于盗门修士来说等于失去了根基 失去了修为 可是再多的金丹也敌不过他展颜一笑 城头上爆发出一声意气张扬的咆哮 大凤武夫许其安前来遭阵 大凤民间传说银罗许其安 在云州独挡数万叛军 以一己之力平定叛乱 他岂能让百姓失望 天地间一袭轻衣吞下金丹 纵身跃下城墙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